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 本身南方的朋友肯定都懂 这个陈皮我个人的理解是什么 陈皮最难的是什么 是储存 就是你说这个陈皮有15年 不是说这陈皮 比如说 它不是所有的这个橘子什么都能做陈皮 它肯定首先得是特别好的这个红肝 因为红肝本身里面的油脂比较饱满 它主要是要这个陈皮皮上的这个油脂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首先你如何去储存 如何叫藏 然后还有就是如何翻晒 这个陈皮你们看一下 这是真正15年的陈皮 但是你看到吗 它的这个看到吗 黑白其实还是非常的均匀 但是你看它的薄厚度已经变得很薄了 就是薄厚度慢慢会变 所以说呢这个你看到吗 这是我接触这个以后 我接触他们老板 我了解了陈皮以后我才发现 所以任何行业其实水都很深 你看这一罐 这都正常人买来送礼的 送谁我就不说了 这是真的你可以在家里一直长时间放的 因为它不会坏 但是陈皮如果你拿去单去什么煮肉啊什么这些 我觉得可能北方食用性不多 特别是这种15年的 你拿去煮五花肉 那猪可能都活不了15年 就浪费了 所以拿来煮茶入茶是真的最好的 你看